超人拳加上連拳對轟 胖獎應該想不到台灣來的小將這麼敢打 後手中拳我也有 王靖榮不斷前壓 還展現了賽前認真準備的獵頭腿 頭低的不能再低 表達最深的歉意 在衛造簽名事件告一段落後 胖獎Lina沒有要加入SOD 而是再次獲得重回擂台的機會 沒想到回歸踢拳賽場的第一戰 對手竟然是他 台飛混血正妹 粉紅爆王靖榮就是頒獎回歸戰的對手 針對頒獎的打法 賽前不斷模擬訓練 利用臂展優勢 拳擊出身的王靖榮除了擅長的精準拳擊技巧之外 秘密武器就是要用這雙長腿 狙擊Panjang的頭部 去年底才在鄉親父老面前強勢擊敗日本職業拳擊女將關真炫 年紀輕輕就曾在Crush One等大賽登場過 經過幾年的磨練 這次王靖榮重回日本格鬥聖地後樂園 挑戰話題實力兼具的二階級制霸拳後Panjang 而賽前記者會上 王靖榮也展現自己的企圖心 如果我成功的話我想成為拿卡爾的召喚選手 然後讓知道台灣的選手是有潛力的 面對龐獎很有自信的重拳 王靖榮一開局沒有再怕 超人拳加上連拳對轟 Panjang應該想不到台灣來的小將這麼敢打 該用低踢重腿攻略 賽前練的反擊拳 本這就發揮作用了 這集結上轉身背拳 想要靠近就使用準備好的前彈 收到不錯的效果 但盤獎提升量級之後 後手大砲還是很有威脅性 第一回合尾聲被Panjang換了一波連拳 吃了不少後手重擊作收 在客場作戰想要獲勝 王靖榮勢必得要在後面兩回合拿出更強勢的表現 試圖延續第一回合的表現 試圖延續第一回合的表現 Panjang還是以後手重擊作為第二回合的助攻手段 但拳擊出身的王靖榮不願意在擅長的領域認輸 幾次抓到重擊機會 一波追擊之後Panjang就會以殘暴的方式 阻止王靖榮持續攻擊 但台灣小將沒有因此停下腳步 現在是Panjang的前蹲 Panj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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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鐵鱷鑫用到底的後手 但王進鎔表示 我還能換 揮進幾顆重拳讓龐獎噴了鼻血 想要拿下勝利 必須再有決定性的重擊 大戰三回合雙方明顯油箱都要見底了 最後真的是體力鬥志之爭 大戰三回合雙方明顯油箱都要見底了 大戰三回合雙方明顯油箱都要見底了 最後一刻,雙方小宇宙都已經燃燒殆盡,誰能拿下勝利 0比2多數判定襲敗,賽合王進龍大方地向觀眾們致意,而他拼盡全力的表現,也讓語言不通的觀眾深受感動 在場館外,守候已久,就是要親口向王進龍說聲加油,簽名合照來者不拒,就連同場比賽的T拳帥哥選手,鈴木咒術也被王進龍給迷倒了 就算語言不通,平靜、鬥志也透過他的精彩表現,確實傳達出去了 我覺得賽合我覺得很爽,就是有跟他打完這三回,在打這三回當中,我有看到他臉上有一點傷害 我做完一個轉身擺拳的時候就看到他臉已經紅起來,然後又流鼻血,所以就是蠻有成就感的 這一次我覺得我進步蠻多的,就是在拳腳的部分,跟我的技術就是跟以前的打牌是完全不一樣 因為拿出我該有的技術,你就打出來 我覺得我該加強的是我的體力,因為我覺得體力還不夠 體力跟腿的踢法,再加強 所以謝謝台灣的粉絲那麼的支持我,然後才有現在的我 然後現在我在Holler園打了一場很大的比賽,然後也有在關注我 所以就是未來的練習跟之後的賽事,我會再加油